這些選手呢 因為他們國家隊裡面 不管男生女生 都有一位消球以上的一個組合 所以平常丹宜孝心 一定會有熟悉消球的一個隊練 那當然丹宜孝心很清楚的 他對上朱士賀 你要贏這場球賽 付出的除了攻擊的話 你要花費的體力 應該是蠻多的 那朱士賀來講 也了解丹宜孝心 可能會利用他的拉球之後 做一些可能擺短 來影響朱士賀的步伐 那朱士賀能不能 在整個步伐上 轉為進攻 銜接上 當然要判斷球的位置 那以朱士賀來講 以他的經驗 你真的要掉開他的步伐 要打亂他朱士賀的步伐 難度是很高的 所以這場球賽 我想應該是蠻精采的一個比賽 這場球賽 朱士賀 今年已經35歲的年紀 繼續在球場上來奮戰 他2015年參加的幾戰巡迴賽 比頭卡達戰 是打進到了32強 就被淘汰 科威特戰16強 那另外參加了05年的 蘇州市井賽 南斯丹達 則是晉級到了16強 朱士賀生涯 是有一座公開賽的冠軍 就是在韓國拿下的2006年的時候 現在已經時隔了9年的時間 繼續要來挑戰 搶健身四場這邊看看可不可以突破 單雨消息這一關 第一組的比賽正式開始 單雨消息發球 第一個發球 就是發偏右的短球 然後搶下第一分 但是一開始我想朱士賀一定是嘗試 到底單雨消息你的進攻的 所謂的節奏、力量 好 這個 這個球 這個快打 也是單雨消息最拿手的 但是面對的小球選手 基本上你反手快打的機力應該不高 朱士賀一開始 其實還滿自己在做強攻的 以朱士賀的經驗 事實上第一集是一個 了解對方的整個打法 好 這個就是一定要進攻 如何的做一些弱點的變化 還有拉球的快慢的節奏變化 你才有可能在朱士賀的 這個銷球上拿到分數 單雨消息一開始先拉開到5比1 結果是朱士賀說 我先來進攻好了 我看我的進攻到底今天的能力 能夠發揮得多好 好 事實上主要的主事還是以消球 又是連續的羈絆 消回來 好 又先搶攻 不過這個連結是沒有做得太完全 單雨消息第六分 對 給他回到朱士賀主要的打法 當然朱士賀因為這個比賽都是七戰四勝 朱士賀慢慢的他大概就會拿出最好的策略來對付呢 單雨消息的打法 那開擠呢 所以我總覺得這個單雨消息也沒有多大的進攻就拿分 事實上 單雨消息越打大概壓力會越大 他沒有那麼簡單能夠搶分的 連續兩個揭發成分都是直接處理出界 就是5比7現在追到兩分差 雙方在第一局喔 其實都是有經驗的選手啊 可能都還是在做一些試探 對 對 完全是 了解一下對方到底跑 好 搶攻 好 漂亮的 這個球是打攻擊喔 能夠呢 打開兩大角度喔 這個就是對消球選手呢 畢竟要左右橫移去救救這些球 喔 還是進攻喔 結果反而是壓過到單雨消息在正守的這一板球打斜線的位置出界 兩位選手現在只有兩分的差距 好 還是發球得分 在一般的消球員發球拿分的機率確實不高 所以單雨消息要穩一點喔 這個等於是朱四鶴呢 等於有消球之後呢 搶攻呢 也蠻積極的喔 只是可以看出朱四鶴確實是一個能消能功的高手 放一個短的調動一下對手 又是想要反拉 哇 事實上 對這位韓國的高手喔 朱四鶴也不見得這麼急的做一個搶攻 因為從整個喔 單雨消息拉球喔 爆發力不是特別強喔 事實上要從這邊拿分呢 並不容易喔 你可以看出喔 在能夠呢 在朱四鶴呢 中眼台回消的時候喔 喔 你的力量不足呢 你打過去 因為距離滿眼的喔 朱四鶴來講呢 步伐一定跟得上 所以從比賽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朱四鶴整個消球 就可以壓制到單雨消息拉 當然單雨消息還是有一個一些長短的變化 哇 直接搶攻啊 朱四鶴今天很猛喔 在攻擊端的表現 積極的上手搶拉球 所以現在反倒是一開始落後的朱四鶴出現 局點 哇 整個反拉喔 單雨消息的拉球質量喔 稍微落了一點呢 反倒呢 朱四鶴不消了 直接的反攻 第三號中子的朱四鶴 11比9 先搶下第一局 休息一下繼續再回到比賽現場 反而是他先搶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從第一局的比賽過程當中 除了看到單雨消息在揭發球段的不穩定 讓注視和哪分數之外 他今天在整個搶上手進攻的 慾望是非常地強烈 對 當然 朱四鶴第一局呢 確實在進攻上呢 也不輸給進攻選手 那第二局開啟 我想日本的單雨消息呢 進攻是唯一能夠得分的 但是球的所謂的力量速度旋轉 就是所謂的球指呢 能不能有一些改變 尤其呢 重板球呢是關鍵 那如果拉球的質量太輕的話 今天要贏 朱四鶴是難度很高的 哇 結果這個想要改變節奏的過渡球 讓注視和又逮到了反拉的機會 對 我想這個 碰到一個小球選手 你除了要防備這個 朱四鶴的這種強烈的進攻呢 輪到你攻的時候 我朱四鶴呢 我防呢 你沒有一定的實力來攻擊我 所謂的球的力道呢 你大概就是要打淫一球非常困難 所以這場球賽你總結著呢 丹以孝西呢 進攻 好像拿分也不多 然後你不攻 朱四鶴就反攻你 好 看丹以孝西 哇 這個完全是 朱四鶴這種顆粒 削過來的下陷 那丹以孝西呢 在摩擦的這種力量上 完全沒辦法掌握 這個球賽我想對丹以孝西呢 會很辛苦 對 就是前路 還是力量太輕了 可惜喔 前路板雖然是擠壓 不適合得 近身 但是丹以孝西沒有辦法 攻過來的球質量還是不夠 對 要突破呢 消球選手 你面對的消球選手 拉消過來轉與不轉的變化之外呢 你本身 哇 你本身呢 到如何的一個加速的強攻 這個就是看你的爆發力 那目前來講 看不出丹以孝西 有這方面的突破 這是安全 喔 你可以看出喔 有機會就強拉 就是說你拉的球很輕 那邊呢 我就馬上的反攻你了 哇 這個球 朱士賀已經削過來 有點偏高了 所以你要如何的 再次的進攻 7比3的比數 朱士賀四分領先 對 再一把 還是要回到安全 喔 那真的是要通過連續 中板的進攻來搶分數 趕緊消息是你要贏一分 可能要拉四板五板 而且呢 節奏快慢的變化 旋轉的快慢變化 好 加速 好 拉慢的 好 加速 還是沒有機會 就這個球就是會燒出界 謝謝 5比7 單有消息 感覺出來在拉球的時候 這個節奏稍微再放得慢一點喔 對 還是要提到 單有消息這場呢 一定要一波一波的進攻 又是變成防守了 這個韓國的教練呢 天點頭 他說 朱士能消 攻擊也是這麼強喔 當然這個是有時候 對上呢 單有消息 這位選手 就是連續兩板的正手 拉球進攻 對 他認為 單有消息呢 你的防守呢 也是回安全而已 所以就是可以拼命的搶 所以說 一下子消 一下子你又要拉球攻我 讓單有消息 不曉得要怎麼樣去迎戰每一顆來球 變成說這個球的預判相有點被打亂掉喔 喔 雙方正手的一個對拉 對拉 哇 而且朱士賀反而是站得了上風 我載中還對拉 就是那時候我不用消 我給你對攻吧 對攻也都站上風 哇 這樣子對於單有消息來說 今天就真的很難打了喔 畢竟你今天對戰的對手是消球手 所以現在看起來朱士賀是在這一局裡頭呢 11比5 哇 六分的差距是先順利的拿下來之後 取得局出場2比0的領先 我們也馬上休息一下 繼續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好 很苦戰喔 在面對朱士賀的消息 他必須領續的強烈拉球進攻 來拿分數難度已經很高了 那跟朱士賀的對攻 現在好像也站不到太好的優勢 對 當然現在 在周球的技術發展 攻擊選手強調的 就是你的球的力量跟旋轉 能不能發揮出來 所以 當然像 單以消息呢 這位選手呢 他也知道進攻才能拿分喔 但是呢 場上呢 你的整個爆發力能不能展現呢 就是平常要訓練喔 除了這個摩擦的角度 各方面 身體的訓練 這是重點喔 那這場球賽呢 很明顯的喔 當朱士賀在中眼台 在防守消球的時候呢 單以消息 沒辦法做一些突破 再加上呢 單以消息又要防備喔 消球選手朱士賀會攻擊你 我想這種 雙重的壓力下喔 對日本這位選手 今天來講應該是打得很辛苦的 今天來講應該是打得很辛苦的 哇 如果是不對 可能就產生失誤 這是消球的 很厲害的一個武器喔 這邊消球喔 他轉以不轉再變化 好喔 這是一個下線球 下線球 戴玉小姐想要在這一顆球下 中板的選擇 是打出界 哇這個 確實喔 在對付消球選手喔 再打起來 蠻辛苦的 好 這是一個顆粒 蠻鑽的顆粒 好球 戴玉小姐終於衝了一板喔 衝回了這一局的第四分 追成平手 好 紅色這一面是平面 竹士賀會做一些旋轉變化 好 黑色這一面呢 在膠皮上呢 它是屬於反旋轉喔 當你 當你小心呢 你拉得上線多轉 我銷回來就是變下線球喔 所以黑色這一面呢 它是一個抗旋轉喔 事實上你要突破很難 但是紅色這一面又有旋轉的變化 所以 哇 漂亮的結合側身的進攻 竹士賀非常漂亮的一板得分 對 從比賽的整個步法 還有從消中轉為進攻 你可以看出 朱士賀呢 打法呢 步法呢 很穩健 所以這位選手的整個協調性 還有基本攻練的很實在 好 對攻沒有問題 喔 這個球 那很可惜啦 事實上朱士賀呢 也不消了喔 還是跟你對攻了 還有一分的領先 朱士賀繼續來發球 又是直接發球之後側開來 對 兩位選手呢 在攻擊的動作上 動作上 力量上喔 反倒是消球選手就是 來得比較兇啊 所以 還是要提到喔 在國際的這種 高手對抗 尤其男子選手 所有的擊球呢 還是強調的球質 所以 你目前呢 因為現在的球體又加大了一些 所以這個力量是很重要的 再度轉成了反攻 漂亮的又拿下了第八分 朱士賀在這個步伐上的移動 不論是消球轉進攻 還是進攻再結合消球 都非常的流暢 對 整個 GO 主動 防守 各方面呢 你會發現呢 丹宇修 已經打出他應有的水準了喔 但是 就是拿不到分數 好 第四拍 這個朱士賀慢慢來 這個球 感覺上已經 機會球啦 機會球 結果呢 朱士賀呢 自己沒有注意喔 這個球應該是有機會贏球的 我等於 等於消息來說 也是 一板一板的重板 是很大的負荷 哇 他的摩擦角度喔 對旋轉判斷 稍微 沒有很準確 所以 拉出去呢 直飛到球桌外面 打了一個 拳雷打 好 第二板 應該要快慢結合 速度大概一致喔 你可以看出 朱士賀 確實是蠻穩的 哇 這是顆粒消費籃球喔 他的旋轉度呢 非常的下線 非常的轉 非常的轉 哇 這個正手的消球 10比7 注釋後的三個橘末點 哇 哈哈 你怎麼打 我就幫你消費啦 不過最後 代理消息主動的是 放一個短球 影響到朱士賀的腳步 終於是化解掉了這個 朱莫點的壓力 對 也是代理消息表現 非常好 這個球已經 逼到 朱士賀 退到眼台喔 突然就一個 短的動作 當然 朱士賀 來不及的回擊 喔 終於 朱士賀 搶攻 丟掉了第9分 那我想 以朱士賀來講喔 還有一球的橘末點 根本就不用搶攻 我給你消球喔 對抗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站穩跟你消 讓你 好 丹羽消息進攻 對 好 安全的回擊 哇 果然是通過自己 拿手的一個消球功夫 掌握到了 第11分的比分 朱士賀 打完了前三局之後 現在和丹羽消息之間 已經拉開到了局數 3比0的領先 率先在這場 男子丹打四場戰當中 取得了 聽牌的優勢 打完了前三局之後 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丹羽消息的這個打法上是 不論是進攻 猛烈的進攻 或者是在這個 跟朱士賀對攻的情況之下 都沒有佔得太好的優勢 對 當然對丹羽消息喔 這一局呢 要盡量的拿分喔 甚至要拿下來喔 不然就結束比賽 那丹羽消息呢 進攻就是要 好好的 拉快拉慢 那你沒有其他的方式 因為消球選手呢 就是防守讓你進攻 拉慢或拉快 但是呢 你要有足夠的能力喔 而且體力要消耗非常多 你可能要打好幾個球喔 就是好幾板的進攻 才可能拿到一分 丹羽消息在這個進攻上喔 是平民先走中路 再試圖拉開腳步 但是朱士賀真的是 無論是在消酬功力 還是腳步伐的一個移動上喔 都很難做突破 又是連續多拍的重板 基本上喔 對 你整個力量 喔 這個球是帶有稍微拉慢的喔 而且往前 所以造成了朱士賀的消球的失誤 但整體來講呢 以丹羽消息拉球的弧線喔 它的節奏 基本上落差不大喔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喔 要前面的進攻呢 搶下分數呢 搶下分數非常辛苦 那加上朱士賀呢 當他覺得 欸 你對方順的時候 他就開始反擊你了 目前還是穩扎穩打喔 好 這個球也是有點幸運 拉的球呢 剛好 短了一點喔 所以朱士賀呢 沒有步伐跟上 好 現在朱士賀又要搶攻了 好 追成3比3 前一天朱士賀碰上的韓國對手 靖東訓的這個進攻更是非常的猛烈喔 朱士賀通過七局的考驗 闖到了今天的這場四場戰 目前已經局數3比0聽牌喔 如果他這場可以順利獲勝的話 就將在決賽圈碰到同樣來自韓國的陣容值 喔喔喔喔 這確實 但以消息喔 他在拉球的質量喔 並不是很強勁 所以打起來 確實很累 他一...喔喔喔 反拉了 喔喔喔喔喔 對拉 對拉的當中呢 也可以看出朱士賀的這種能力喔 喔喔 所以這個 好的消球選手 又有這麼好的反攻的能力 這時候日本選手很暫停喔 確實呢 從這邊比賽呢 這個轉播當中呢 可以發現喔 你要在世界一流的這個比賽當中呢 你面對的除了攻擊選手之外呢 這種消球高手越來越多喔 而且呢 在女子選手得到名次的更多喔 所以我想喔 常出國比賽的這些運動員喔 因為國內的運動員呢 這一塊呢 要特別注意喔 那你畢竟呢 你要得到名次呢 你可能會碰到一些防守型的運動員 等於說比賽過程當中 晉級路上 多多至少會碰到一兩個消球專場的選手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平常的訓練當中沒有去對抗的話 真的來到比賽場上 臨時才要辯證 其實真的很難 在桌球這項運動喔 你平常呢 沒有一個對手 一個打法的模擬的訓練 你在正式的比賽 你要突然間適應難度很高 基本上是不大會贏的喔 所以你在場上呢 一定要在賽前啊 或者平常的訓練呢 你有多種的這種球路的訓練 這是桌球的一個特質特性的 繼續回到比賽 發球的朱士賀兩分領先 哇 謝謝 又拉起來了 我的主要的拿手的小球 我也不用太多 我就來攻擊你喔 你防 但你小心你怎麼防 我還是一波一波的進攻 日本隊教練的表情 看起來也是很無奈喔 中間還來暫停之後 沒有受到太好的效果 好 第三板可以看出喔 在單以消息呢 雖然掌握進攻 但是他進攻的所謂的弧線喔 力量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啦 所以你可以看朱士站起來 因為他可以掌握你的球速 蕭球員已經在中後台 當然他又能夠這麼穩定喔 所以事實上 單以消息要拿分很困難 喔 這個球呢 也是單以消息輕輕地往上拉 喔 球稍微短了一點 才能拿下的分數 殺球的快慢結合喔 單以消息是從中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喔 對對 這個球也是 但整個比賽的過程喔 只要朱士二呢 不要太大意喔 這場球賽大概是沒有問題 好 短一點 反拉 喔 他也知道 單以消息 你要輕輕地拉呢 我就要進攻你了 這個反拉球是直接回擊下網 單以消息這一局還有機會喔 7比8 追到1分差 這個球 它是用顆粒削回來喔 7比8 所謂的下旋球喔 非常轉的一個旋轉 事實上你要拚這個球喔 你就是要注意會觸王 哇 這個攻擊喔 攻擊喔 這個回球真的起得太高了 但是這個朱士赫直接起板進攻沒有問題 三個賽末點 喔 反拍的拉球 這是突然性喔 這個單以消息呢 跟你拚了啦 他也不轉為正手 事實上朱士二沒有準備啦 他想說你這個球應該不會再拉的 一般是用正手 結果沒有去注意 好 最後的賽末點喔 我想朱士二呢 也是消球為主啦 反攻 反攻的這個十字點掌握得還不錯 可惜是自己這一板沒有順利的打好 事實上球賽 每位選手也很 以支持者來講他知道喔 不能夠鬆懈喔 一定要拿下來分數 最後一個賽末點的機會 好 一個消球 強攻 哇 出界了 可惜啊 當然單以消息這個強攻走直線的位子 戰術意識上也沒有問題 但是最後還是讓朱士赫 在第四局就把比賽給終結11比9的比數 這場比賽對戰單以消息 第三號中指的韓國選手朱士赫最終 11比9 11比5 11比9 11比9 直落四局 打敗了二號中指的日本選手 單以消息 打進到了韓國公安賽 男子單打的冠軍戰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個階段 為各位觀眾朋友送上的四強賽事轉播 也感謝朱老師與我們一起來欣賞精彩的比賽 那我們在下個階段也會為大家送上冠軍賽 雙打跟單打的比賽都要請觀眾 朋友不要錯誤了